大家好,我是Ritcher,今天我想谈一下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国内国外的一些负面新闻和我对他们的看法 对发生了非常多的一些负能量的负面的一个新闻 同时对我们很多人甚至说每一个人都有影响 那首先我个人是不会去看这些负面新闻的 我不会去主动的去摄取它,不会去主动的去搜索它们 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去接受的 就像在微信里面你被动的会接收到非常多的这一方面的一些消息 同时在什么Instagram这些各种社交平台,国内国外的社交平台 你都会接收到这些信息 那比如说有什么信息呢 第一个徐州拐卖妇女生了八个孩子 然后掉起来的一个事件 第二个就是关于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打仗的一个事件 第三个就是持续性的一个疫情的影响到我们非常多人 在不管是国内国外都是越来越严重,国内也是越来越严重 然后影响到我们每个人 然后第四个就是说像国外的一些事件 像加拿大的一些反游行事件 像香港疫情越来越严重 然后同时影响到深圳这些事件 然后都是非常负能量 非常影响到我们到大多数人 甚至每个人的一些事件 首先我不去评价这些事情的本身 我对这些事件的本身我是没有任何立场的 然后我在从这些负面情况影响到负面事件影响到我们个人来说 我想在这边讲一下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些启发 我是如何去应对这些事件 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做Transerving Reality 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本书有没有一个中文的译本 就是说在这本书里面讲的一个主旨 它就里面是一个我们可以选择 虽然说外部世界它有它有所有的事情 好事坏事都在发生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自己的一个现实情况 它里面有个概念叫做Pendron Pendron就是一个百中 就是如果我们选择了某种现实情况 我们就会被它所影响 我们是选择一些积极的一些去积极的现实 还是选择一些消极的现实 外部的发生的事情它都是一个现实 但是我们同时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一个 想要处的一个环境 你的人生的所有行动都会被你想要的一个Pendron 被你想要的一个 被你所选择的一个现实所影响 就比如好像说你想要开始一个互联网的生意 开始一个亚马逊FBA的生意 你看我的频道很多情况下 你已经有一个亚马逊FBA的生意 或者说你想要开始一个亚马逊的一个生意 同时当你想开这个生意的时候 同时就有很多的一些负面影响 它就过来了 看你要不要去选择它 这是现实 它会过来 它是现实 很多你的 可能你的家人不支持 不支持你去开始一个生意 觉得太去有风险了 可能亏钱 可能你的朋友也不支持 你的朋友觉得 我都不配自己做生意 我都是朝九晚五 九九六上班 你凭什么做生意 对吧 你也没有看起来比我聪明 万一可能还要贬低你 对吧 这些外部的一些负面因素 它就会过来了 这时候看你要选择你自己的怎么样的一个现实 或者说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可能在欧美那边这个观念比较流行 很多人在欧美那边 他是相信地球是平的 他是有很大一部分这种人 对你来说是很吃惊 为什么他们都会不相信科学 为什么相信地球是平的 他们就是掉入了这个钟摆 Pandrum的一个影响 他们周围的人 他们周围的影响 都是觉得地球是平的 所以说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一个现实 现实情况不管怎么样 你始终可以决定你自己想要相信的 所以说如何对待目前发生的非常多的一个负面新闻 发生的一些非常坏的一些国内国外发生的所有的新闻 对你来说你要选择的一个Pandrum 就是选择去 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存在 但你选择忽略它 这就是你要选择你创造你自己的一个现实 你选择忽略这些负面新闻 就是说不加入这个新闻 这个负面新闻的任何讨论 不做支持的那一方 也不做反对的那一方 只是简单的看到这个新闻 通过可能通过你的微信 可能通过你的社交平台 通过Instagram看到这些新闻 但只是选择简单的忽略它 不要做过多的一个情感的投资在这些新闻里 觉得哪种做法是对的 哪种做法是错的 所以说那很多人说Richard那你的一个Pandrum是什么的 我的一个Pandrum 我是忽略所有的这些负面新闻 我接受它的存在 但是我忽略它 我唯一的一个Pandrum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目标 我要达到什么 比如说我要在做这个生意成功 我现在我是要持续性的发展 我的一个亚马逊FBA的一个生意 同时打造一个更大的 关于亚马逊FBA的一个社区 亚马逊FBA决生者课程的一个社区 帮助更多的人能做成功亚马逊FBA 能起步做成功亚马逊FBA 我一直 我现在在做的一直都是 不管外部的环境怎么样 我在创造我自己的一个现实 我是我自己的一个Pandrum 我不会被其他的这些负面新闻所影响 所以我可以在短短的几年内 从大学刚毕业的一个穷学生 拿每个月拿三千两百块钱 然后住员工宿舍 到现在变成一个成功的一个互联网生意人 亚马逊FBA的生意人 然后能能环游世界 能能更自由 不用九九六 不用朝九晚五 赚比同龄人多的多的一个钱 然后还更自由 比如说像现在像深圳疫情比较严重 我就完全不用去说回到深圳 一定要我回到深圳 我可以现在这种环境那么好的地方 先休养 对吧 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压力 我就不用去遵照那种负面的新闻的pandrum 因为我创造了自己的一个现实 这里我想说很多人 你有没有见过 有很多人他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生意模式 他尝试了几十个上百个生意模式 他一直去尝试 但是一直去失败 这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他每次去尝试 他只是非常直接的说告诉我这个生意怎么做 告诉我做生意的技巧 告诉我这个生意什么策略怎么样 但他完全忽略他的一个思维 完全忽略他的一个现实 他的一个现实完全被这些负面的新闻所影响 被这些负面的情绪所影响 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其实是他做不好生意 如果你要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领域成功 不管你是想要赚一百万一千万 还是做亚马逊FBA成功 各种各种哪个领域成功 你都首先要不能说只关注做生意的那个技巧 首先你要关注你一个大脑一个思维 同时你要保证你身体的一个健康 身体精力的一个充沛 然后持续性的正能量 持续不要被那些负能量的一些影响 pandrum所影响 然后要完全认清你的目标 然后持续性的朝这个目标走下去 其实这本书reality chance serving 这本书讲的就是一个平行世界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在一个平行世界里 它是你的人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平行世界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 同时在另外一个平行世界里 我也可以是一个996的打工人 我也可以变成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 我可能变成一个三合大神 我可能变成一个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平行世界 你是创造这些平行世界 你选择你自己的一个现实 最后一点就是说持续性的保持乐观 持续性的保持正能量 是能改善你生活的最大的一个关键 对于那些负面的新闻 对于那些负面的不好的新闻发生的 完全就选择忽略这些新闻 创造你自己的一个现实 创造你自己的一个pandrum 可以评论一下你的看法 你对这些 你如果看过这本书的话 你对这本书的看法 你对我说的一些看法 然后我们可以讨论 我会回复你的留言 同时喜欢这个视频 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